看到网络上流传这段国外的影片 有一辆轿车经过十字路口压到了电线 这辆车被吊起来翻覆 倒在马路中间 驾驶爬出车外 这夸张的画面呢引起网友的讨论 物理专家分析 这是因为当时候地面上还有一个木头 跟垂落的电线呈现的斜角 轿车的勾住后被吊起来 再加上了电线的作用力向后翻覆 也就是所谓的立举原理 但是这种巧合发生的几率实在是太小了 这辆黑色轿车经过十字路口时压到电线 突然整辆车被吊起呈现垂直 下一秒180度向后翻覆 倒在马路中间 在马路上开车像被钓鱼一样吊起来 幸好驾驶没有大碍自己爬出车外 这段夸张的国外影片在网路上流传 引发网友热烈讨论 一天中垂落的电线竟然能把整辆车吊起 导致它翻覆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他想要前进 可是前面已经让木头勾住了 所以他这个木头勾住以后车子想前进 同时间就产生了一个所谓的立举 专家分析影片中地面上除了垂落的电线外 还有一根木头 由于这个木头与电线呈现斜角 简单来说就成了鱼钩 轿车压到木头被吊起 车身成了立壁 车尾成了支点 加上电线的作用力才会向后翻覆 这就是物理学的立举原理 这样子也不会有事这样子压过去而已 这样也不会有事 那最糟糕的是刚好那根木头是摆这个方向 摆这个方向好像钓鱼锅一样 所以我们叫做钓鱼钓车子 专家强调整辆车要被吊起 前提一定要是木头与电线呈现斜角 如果当时木头是平放或是很放 就不会发生这种情况 不过这种巧合出现的几率真的是很小 中间新闻记者红柔方综合报道